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同时另外一条报道比较有趣 习近平到四川眉山去了 他去考察农业去了 而且参观了三苏词 我们看看新华社是怎么说的 首先是李克强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在这个常务会议上 关于这个动态清零 他只是说了要高效 要高效平衡两个动态清零和社会经济 没有动态清零 防疫 好 在这个会上强调 四点 稳增长 稳市长主体 稳外贸 稳外资 那么他在听取了稳市场 稳市场主体稳增长 两条稳市场主体稳增长 保就业 这么三项 叫做专项督查 情况报告 打通读点 完善配套 充分发挥政策效应 那么这个督查报告 是12个省份 12个省份 他都派了猪塔组的 我们知道 另外一个就是他 部署所谓稳外贸 稳外资 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那么 在这个会上呢 说近期国务院派出 12个督查组 对12省 这个稳增长 稳市场主体 保就业状况 展开了这个专项督查 从督查情况看 各地观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加快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这个经济工作会议是去年年底的 和政府工作报告 确定的政策 这个是今年年初的 稳经济一揽子措施 多数地方出台了配套措施 助推经济运行向好 因素增多 市场信心增强 你看他这个几条啊 除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是年初的工作报告 和最近国务院的 这个稳经济一揽子措施 没有提政治局 和政治局常委会 说同时也发现 有的地方呢 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 不精准 工作简单化 一刀切 乱收费 乱罚款 等现象 我估计啊 这一块是牵涉到这个 疫情防疫这一块 一刀切 乱罚款 说这个会议强调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突出 要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 和社会经济发展 这个是一个主流调子啊 从4月29日的政治局会以来 一直是这个调子啊 叫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啊 除了5月5日啊 习近平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啊 强调动态清零不动摇啊 之外啊 都是这个高效统筹啊 甚至在这个四位一半啊 四委啊 四部委联合调查 联合这个调查组啊 飞行飞检啊 飞检各地的这个 各地的这个医保啊 各地的医保 以及医保局的副局长说 要这个进一步要 增强这个高效统筹啊 所以这对于 医保部门啊 实际上就是 要格外的要去卡 这个疫情防护方面的 烂花烂花钱啊 把这个检测 全民检测 搞全民检测 完了以后把费用 让医保承担这么一个现象 他说各地要 切实负起保一方 民生福祉的责任 以十不我待的紧迫感 推动稳经济政策再细化 再落实 进一步释放政策效益 确保 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啊 现在我们看到了 确保两个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十万人大会上 李克强说的是 这个努力啊 要努力啊 让这个二季度经济 要增长啊 那么现在他说 确保 确保什么意思 就是二季度啊 四五六啊 剩最后一个月 六月了啊 他有了一定的底气啊 就是二季度可能 总的经济增长啊 不会是负的 啊 他有这么一种信心了 啊 因为他提出来的确保 稳住经济打盘 那么 具体措施呢 一个是督促 抓紧整改啊 国办啊 这是国办 国务院的办公厅了 要把督促发现的问题 反馈 地方和部门 对典型问题予以通报 这个国办要承承接这个 发挥枢纽作用啊 要把这个十二个督察主 发现的问题啊 反馈给你们啊 对典型问题要通报啊 这个通报就不好看了 算是工作上有问题 各方面要举一反三 梳理存在的问题 尽快整改到位 国办要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并利用啊 互联网加督察 持续跟踪政策落实 推动解决新问题 对未纳入此次督察的省份 结合国务院年度大督察 对稳增长 稳市场主体 稳保就业进行督察 那么看样子 这十二个督察组 不会再寻回了啊 抓了十二个重点的省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地方要结实结合实际 抓落实 那么聚焦保市场主体 稳岗保就业强化政策 另外呢要确保夏梁 颗粒归仓啊 对这一块啊 它是 是要追究责任的啊 如果说你这个夏梁 不能够保证这个颗粒归仓啊 全收上来 它是叫叫各保一方啊 要守土尽责 那么下众要顺利展开 这就不能以防疫的名义 去妨碍下收和下众 同时要保保障煤炭电力供应 稳定供应 支撑物价稳定 进一步畅通交通物流 解决好复工不打产 产链链 复产不协同问题 就是现在复工复产中间 有很多问题啊 复工了以后呢 不能达到这个产能啊 产业链复产了 但是呢 之间的衔接有问题 清理不利于恢复市场 信心的政策和管理措施 这就是个狠话 叫清理啊 清理不利于恢复 市场信心的政策和管理措施 它没有说是哪些政策管理措施 反正是你是不利于恢复市场信心的啊 你给市场主体造成了信心上的这个打击的 这个政策管理措施 你要清理啊 叫宣布废除 那我们知道实际上九不准啊 这个卫健委的九不准啊 已经算是比较严厉的语言了 那么现在呢 国务院会议上啊 李克强这个意思呢 可能这个九不准之外啊 常规防疫的一些 所谓卫健委的一些措施 可能也要让路啊 也要让路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官场啊 听话听音 上级来的这个 呃文件精神 会议精神啊 你你得是好好去体会啊 好好去体会 九不准已经很严厉了 那这句话叫清理啊 因为你防疫肯定是影响市场信息嘛 不要说过度防疫啊 你就是普通防疫 常态防疫啊 在奥米克隆这么一个背景下 你也是影响市场信心的 那第三条是 进一步细化实化政策举措啊 对稳经济一揽子措施 地方尚未出台配套政策的 部门尚未出台实施细则的啊 一个是指地方各地 一个是部门 就是国务院各部门啊 要尽快推出啊 你要配套啊 国务院已经出了一个 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啊 那么你们这个实施细则 配套政策赶紧出啊 地方要出配套政策啊 部门要出实施细则啊 对督察中间的意见呢 要研究啊 要完善 那么 这个国务 这个常务会议呢 还说什么呢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啊 再次强调对外开放 稳外贸 稳经济啊 稳外资 事关经济大局 就业大局啊 这把稳外贸和稳外资 业和就业啊 联系在一起了啊 有我们知道有很多啊 数千万的啊 这个 呃 工工人在外贸企业 呃 要进一步啊 扩大 对外开放啊 还要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 那是怎么个扩大法呢 说在落实 以出台 稳外贸 稳外资 政策同时 进一步扩大支持啊 要加大支持 那么加大支持 有几条 第一个呢 要发挥各级 稳外贸 稳外资 物流 保通 保畅等 机制作用啊 现在就要搞这个 物流畅通的 这个工作了 要协调啊 外资 外贸 企业 复工 打产 项目 建设的困难啊 指导地方 创新 稳外贸 稳外资 措施 什么叫指导地方 创新呢 啊 就是你稳外贸 稳外资的 措施 目前的措施 可能还不够有力度啊 你要想尽 办法 绞尽脑汁 想新办法 想巧办法 想鬼点子啊 要把外贸 外资 稳住 这是胡春华的 主要 主要任务了啊 要促进外贸 保稳 体质啊 要稳定 还要提质量 对出口退税啊 这个信用好的 企业 实行三个工作之内 退税 三天 三个工作之内 啊 就实现退税 扩大优质产品出口 啊 提升这个港口装卸的 这个转运通关效率 啊 保持国际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那么还要减免港口的费 啊 收费啊 要用好 这个RCEP协定的自贸协定啊 让这个自贸实验区 海外仓企业啊 建设智慧物流平台啊 第三个呢 要积极吸引外资 嗯 外商投资 积极吸引外商投资 这是个成 成 长话题了啊 怎么办呢 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营商环境啊 这也是刘鹤作为金融委主任啊 强调的 强调过的 啊 稳定是企业的预期 要出台力度更大的加工贸易梯度 转移 支持政策啊 要扩大中西部啊 啊 扩大中西部的外商投资制造业 鼓励类项目啊 要进一步让中西部啊 要发挥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中西部的地价更便宜 中西部的劳 这个劳力 本地就业啊 他这个工资报酬要求更更少啊 那么发挥 我服务外资啊 专班作用啊 健全与外资常态化交流机制啊 这就是要和外资企业的这个老板要交朋友啊 和管理人员交朋友啊 交流这个要健全这个交流机制啊 了解他们的困难 对合理需求加以支持啊 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啊 其他事项啊 一定是重要事项啊 只不过呢 新华社觉得没必要告诉我们 那我们也就无从猜测了 这个是这个李克强的一个会议报道啊 这个会议消息 另外一个呢 新华社的微博啊 这个新华社的微博 也发了一个报道 什么报道呢 叫习近平在四川眉山市考察调研 你说习近平不在北京待着二十大以前 你不在北京待着去搞搞你的人事活动啊 你不在这个上海去看看啊 这个上海的疫情防控进展怎么样了 复工复产怎么样了 他跑到梅山去了啊 梅山有什么大事呢啊 也许有什么其他大事顺道到梅山去看一看啊 说明他在四川附近啊 在四川附近 那么网上有很多谣言 我在这就不给他们传播了 因为无从确认啊 无从确认 这个新华社的这个微博是这么说 说八月八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梅山市 先后考察东坡区泰河镇永丰村三苏祠 你说三苏祠有什么可考察的啊 苏哲苏市啊 这个苏老全啊 这个三苏 了解推进高标准农业建设啊 加强粮食生产 推动农村振兴 做好疫情防控 这一条最奇怪啊 到梅山市你去了解这个疫情防控工作 这个实在是想不通啊 这个到梅山市去去去去去 考察这个疫情防控去了啊 还要考察这个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就是纯属下凑了啊 这个去看来看三苏祠 就算是了解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情况 到梅山 这个和粮食生产 推动农村乡村振兴也有关系 了解这个当地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啊梅山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有什么示范作用吗 或者有什么特别重要意义吗 这看不出来啊 就习近平 呃在这么一个 关头 我们知道这个二十大以前啊 中共这个高层的这个政治斗争啊 那是免不了的啊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啊 以这个政治局多数啊 咱们就这么 几乎可以这么推断啊 以政治局多数啊 以李克强为代表的这个 要复工复产派 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动态清零派啊 博弈的结果啊 那么李克强胜出 不仅李克强这个 啊开了十万人大会啊 出台的一揽子这个 啊稳定经济打盘的措施啊 派出十二个调查组啊 督察组去督察这个地方工作 那么他还派出这个四部委啊 飞行检查 这个滥用 这个医保啊 滥用医保的问题啊 这个滥收费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关于疫苗啊 这个关于这个核酸检测 乱收费的问题啊 这是断了动态清零的量道 因为动态清零 一一旦发生啊 就是一一个社区发生 周边一个街道都要封起来啊 要人人过关去检这个 去全民核查 全民核酸啊 那么这样把他的量道断了 你这个全民核酸也就没有 没有经济上就没有来源啊 没有动力啊 往前走啊 实际上现在我看到有的地方已经是 把这个核酸检测 由自觉检测变为自愿检测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啊 核酸各地的政策啊 都在消退之中啊 所以习近平这个 泰山压顶式的动态清零啊 5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啊 这紧急的开一个会议啊 那么大的一个气势啊 似乎要消退了啊 所以习近平现在看样子 关于这个防疫这一方面啊 他也不管了 也不亲自指挥了啊 这方面也甩给李克强了啊 不要忘了李克强还是 这个新冠疫情啊 防控小组的组长啊 中共中央的啊 那么经济工作 他是副组长啊 现在这个组长也不管了啊 李克强去搞去啊 那么这个防疫工作呢 李克强是政主啊 本身他就是小组长啊 现在是防疫经济 看样子是李克强一手抓了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也比较有趣 他也没有列 没有报道是哪个重要人物 参与了这个会议啊 这么哪个副总理啊 也没看到韩正 韩正也对韩正也出去了啊 也出去了 韩正似乎是到某省啊 不记得了 去某省了啊 这个李习近平呢 呃带着刘鹤出去了 所以韩正刘鹤都不在 胡志华去哪了啊 咱们不去一个个追他们了啊 他不是不是核心啊 不是我们要要今天要讲的核心 今天要讲的核心就这两位啊 李克强习近平啊 既然现在中国目前最大的两件大事 这个疫情防控和这个复工复产啊 都在国务院李克强手里了 那么习近平该干什么 抓军队吗 啊 又发了一个什么李克强的一个 小册子啊 借机在连连财啊 全军啊 这个宣传啊 习近平的这个精神啊 还在还要干些什么 但是最奇怪的是 他去眉山干什么啊 20大前这么紧张啊 可能是输了一阵啊 需要缓解缓解心情啊 我觉得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到这个眉山啊 就是峨眉山下啊 然后第一反应去眉山市 是不是去 峨眉山看猴子去了 这个可能性不大啊 他去了三苏祠啊 这个苏氏父子啊 苏哲苏氏啊 还有他爹叫什么呢 我想起来叫苏老全啊 三个大才子啊 三个大才子啊 那么实际上 都是文学大家了啊 文学大家 那么 有点有意思 习近平到了这个地方 好像是个贤旗啊 忙里偷闲啊 是负闲的还是偷闲的 显然不是负闲啊 他还是全党啊 全这个党中央啊 和全党的核心嘛 应该是有其他事情啊 也是闲不下来的人啊 那么去眉山市啊 应该是一个忙里头闲啊 但是他出北京肯定是有有大事啊 不会随随便呢 就是为了眉山去看一下三苏词 不会 但是确实啊 咱们也没有其他可靠的信源啊 爆料人给我们爆什么可靠的啊 这种消息啊 那么我们只是把这个两条啊 新华社的官媒的消息 放在一起对照一下 也许能让大家有所思考啊 有所启发 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好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那么 再次感谢节目组同事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